我去 这么大一片竹林 哦哦不对 这些是甘蔗吗 可以夸我 厉害 太厉害了 我说你这几天一副婚不守舍的样子 原来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辛苦啊 还好还好 原来你给我的镰刀一键播种 这种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 那我去周围帮你放一点火把什么的 被苦力啪炸了就不好了 嘿嘿嘿 哎灯火 你先帮我干嘛 我背包满了 河里的甘蔗我都拿不下了 好嘞 交给我 哎呀 我们回家吧 晚上周围的怪物太多了 行 走吧 你还去小麦亭干什么 没 我检查一下有没有虫子什么的 那你先走 我把这附近的蜘蛛解决了就回来 今天给你们做个菜 岩浆烤脱腿 哎呦 真的是太残忍了 啊 这头猪这么快就睡着了 起来起来 不要睡了 太阳晒屁股了 算了算了 还是不吵它了 哎 我听到了墨影人的声音 没事 墨影人又不会主动更起我们 不是啊 墨影之眼还有银石粉 可以加工我们的武器 让武器变得更加厉害 哦 原来你是贪图墨影 身上的材料 那不然呢 你又有个帕胎啊 行行行 大哥今天想打谁就打谁 哎 你看教会手册啊 两份银石粉 以及一颗墨影之眼 可以让武器获得荧光效果 通过消耗耐久度的方式 低亮度的地方放置光源 那你去找墨影人吧 好嘞 我去矿洞找小黑 哎呦 这个矿洞下去容易上去难 太累了 你为什么不做一个铁轨 直接通到下面就好了 话虽这么说的 可普通铁轨只能下去不能上来 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多做一点充能铁轨 可是充能铁轨需要大量精锌 精炒不都给丢进野炉炉了吗 哦 那怎么办 等会儿 我也有一个办法 什么 自动刷铁轨那个机器呀 哦 那个要史莱姆粘液才行 嗯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哦 之前空倒的那个史莱姆 我试试这种史莱姆球 能不能合成年性活赛 我试真的可以 所以这种颜色的史莱姆方块 作用和普通史莱姆方块是一样的 应该是可以制造自动刷铁轨机的 诶快快快快 借吃吃看 可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 全自动的刷铁轨机 还需要下件十音才能合成的侦色器 喂 这东西只有地狱才有吧 没事 这边刚好有眼睛 等我浇一桶水 黑钥匙不就出来了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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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